说起国宝级演员 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肯定是唐国强 李右斌 李明启 但还有一位不被大家熟知的 他就是金世杰 金世杰出道已经40多年了 出道过很多经典的角色 虽然出道比较晚 但早年多数出演话剧的他 也是响当当的传奇人物 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金世杰之前并不是演员 而是一位兽医 毕业于畜牧科的他 逐渐做起了宠物一生 在养猪场一待就是很多年 但是他的志向并不在此 所以金世杰便一个人去到了台北 开始了他的梦想探险之路 来到台北之后 金世杰只能做一些苦力活 在做这些的同时 金世杰也开始写一些剧本 用了整整十个月 才写下了他的第一个作品演出 后来又创办了蓝灵戏剧工作室 但后来蓝灵戏剧工作室的业务扩大 金世杰也承担了很多影视角色 虽然不是主角 但都有好的表现 但事业上一直风生水起的金世杰 感情上却枯为坎坷 在45岁的时候 金世杰谈了一个女友名叫叶文 但是叶文却患上了抑郁症 最终自杀 金世杰也是因此伤心欲绝 无法工作 还曾直言一生不会结婚 但后来金世杰遇到了改变他的女人 也就是他的学生土古平 那年金世杰57岁 土古平22岁 两人相差了整整25岁 遭受了很多舆论的压力 但最终两人还是结婚了 就在金世杰60岁的时候 土古平生下了一对龙胖胎 有了孩子后的金世杰 变得更加努力拼搏 因为他要让老婆和孩子 过上更好的生活 如今70岁的金世杰 仍努力为儿女在拼搏 积极承担者应该承担的责任 这样的精神才是难能可贵 最后希望他们一家人能越来越好